我国和新加坡边境从4月1号开放之后 根据统计,过去两个星期有超过120万人次 无论是开车、搭巴士、骑摩托 进进出出马兴关卡 让沉寂多时的马兴边境几乎就要回到疫情之前 那种繁忙以及热闹了 尤其昨天星期五是新加坡耶稣受难日的假期 让长堤两端迎来开放重开之后的第一个长周末 甚至从前天星期四晚上开始 新加坡物览关卡就已经塞爆要入境我国的游客以及游子了 那么相信看到这样的人潮 应该有让新山周边的商家非常期待 新加坡长周末带来的游客潮 可以转换成是他们业绩的前潮 那些过去主要做新加坡客生意的商家 非常精辟的用了两个字来形容 他们说终于 阔别两年后终于是看到有新加坡客回来了 新山街头现在是车水马龙 商场甚至也是几乎每秒钟都有人进出 而餐厅更是出现了久违的排队人潮 那么也有商家形容 他们这个周末的订单是已经提前报单了 还有人为了要应付接下来已经可以遇见的人潮 在他们的店外贴出了招聘广告说他们要多请一些人来帮忙做生意了 那么国门重开之后半岛南端边境的景气是不是真的已经恢复元气了呢 跟八点最热报驻点新山的团队实际走一趟就知道了 星期五是新加坡长周末的第一天 八点最热报驻新山团队开车到过往都是师承客聚集的五级英达商业区绕一绕后发现 车水马龙中有不少新加坡车停在商场酒店和餐厅门外 或许这就叫见车如见人吧 当时商业区内应该有不少来消费的新加坡客 不信你听一听 这名同时经营汽车美容和按摩生意的老板这么形容 边境才开放两个星期啊 他们就已经忙到像天天在过年一样呢 真的这样每天过年 我们过年生意都没什么好 包装车 汽车 按摩 都比较多了嘛 整个人潮已经上升到以前的五十八仙有了 他还会再慢慢一直上我知道 但是我们应该是缺少员工还是有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顺顺做不敢强求啊 是啊 虽然新加坡客回来了 但是经历疫情打击后 部分新山商家现在竟然很烦恼 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回来开工 有钱现在也真的是看得到却赚不到呀 老板说过去他的按摩店里 每天至少可以做上百单生意 但现在因为师傅都卡在中国回不来 让他们暂时也只能减半限量接客 但也有商家把握时机推出促销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客源来消费 加快生意复苏的动力 其实我们是吸引所有的顾客 就好像比如说现在周末 我们做的活动是直接赠送黑猪肉 我们不打击是可能新加坡或是本地或者中国 我们就送给全部人了 其实老实在只要是有开通什么东西的话 基本上都是生意都会有好的 受访的商家一口同声 麻兴边境开放让人潮自由流动 也等于是为他们带来了前潮 而他们也明白开放自由进出我国后 师乘客的旅游和消费重心 也不一定只摆在新山 时间充裕的话 他们更想北上到吉隆坡去玩 但新山的商家并不介意 自己只是师乘客的中途站 甚至预期来临的星期天才是人潮高峰 而商家也已经准备好迎接 通常会在回国前 在新山Last Minute Shopping的新加坡客 因为他们长甲 可能今天他们都是往北上 长甲嘛 整个第三天他们都会到回来这边 我相信 因为我们以前按摩音 就是真的是一直排满满的 就是满到晚上去那种 所以我希望快要会到这样 我觉得市场是肯定会越来越好 只是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整个市场可能会慢慢再更好